隧道内正在展开一场追捕 尽管有警察的保护 但这些被邪恶力量操纵的行尸 最终还是将目标人物情祸兵杀死 任务完成 行尸们不攻自破 一个个瞬间土工瓦解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 棒法在此一 某制药公司的研究员炮灰叔 刚回到家就感觉不对劲 当他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一个穿着兜帽衫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炮灰叔肥头大尔养尊处幼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被冬帽叔咬伤之后 当场就因为病毒感染挂掉了 而完成了任务的冬帽叔 也很快自行崩溃了 警方根据对炮灰叔的尸检 在其体内发现了大量的倍率毒素 而这位杀死炮灰叔的凶手 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死亡了 尸体还能杀人 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 警察叔叔们全都惊掉了下 女主是独立新闻频道都市侦探的老板 此刻她正在电台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 女主的这本书名叫《厌恶与咒术》 书中主要介绍的是 棒法师是如何利用方术诅咒人的 由于和女主关系特别好的棒法师 小甜甜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 因此女主写的这些东西也没法印证 很多听众留言都认为 女主这是在占用公共资源宣传封建迷信 这时候有一位热心听众打来了这些电话 说头天晚上炮灰叔被杀的事是她干 她希望第二天的下午两点 和女主来一次面对面的直播采访 女主回到单位 见到了新招来的实习生眼睛美 下属把炮灰叔被杀的资料交给了女主 女主看完之后也吓了一跳 根据她的经验 尸体杀手身上的纹身应该是尸周用的 女主的老公是广域搜查队的组长 虽然腿脚不太利索 但气质这块拿捏的挺好 女主的老公希望她不要做第二天的专访 搞不好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但女主大风大浪剑的多了 根本就不在乎 这时候下属又给女主看了一段视频 是棒法师小甜甜在日本做法的画面 小甜甜目前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 如果小甜甜能够出现 那女主的新书就不愁卖了 棒法师小甜甜是巫婆的女儿 她只要能拿到某人的照片 汉字姓名和随身物品 就能利用诅咒杀死对方 女主和小甜甜曾合作过很多年 期间利用诅咒干掉了不少最大恶劫的家伙 第二天下午两点 女主的团队准备就去 等待着那位自称是凶手的男人的到来 而女主的老公带着手下也在四周埋伏好了 很快一个头戴余服帽的中年男人走进了酒店 中年男人直接走进直播现场 说自己就是操纵尸体杀害炮灰出的幕后黑手 并说自己还会在接在地 在接下来的六天里 陆续干掉制药公司的三位高管 经理是旅庄务和制药公司的会长 而阻止他杀人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让会长出来做诚恳的道歉 中年男人说完 突然从兜里掏出刀夹在了女主的脖子上 女主的老公急忙带着警员拦住了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挟持女主来到一楼大厅 这时候女主看到中年男人手腕上出现了一个纹身的烙印 而与此同时中年男人也土崩瓦解了 制药公司的高管们看完录像之后一个个都慌了 原来这个中年男人以前是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组的组长 经理是彻底坐不住了 因为这哥们是三个煎熬被干掉的人当中的头一位 他强烈要求会长出来道歉 但会长的女儿坚决不同意 根据胖教授的介绍女主得知 这种被咒术操纵的尸体有一个专业名称叫做在此一 在此一是指那些死而复生的尸体 据说不仅能像大活人那样说话 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智慧 而会这种咒术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印度尼西亚 这种用黑魔法的尸咒人被称为巫医 操作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巫医会在尸体附近的土壤中混入自己的血液 然后用这种血念变成尼人 接下来在尼人身上尸咒 这样就能控制这具尸体了 而尸咒的人如果想获得这种操控尸体的力量 那就必须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鬼魂 根据警方的调查 开头干掉炮灰出的那名凶手五年前就失踪了 据说这家伙一直在外面流浪 两年前曾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组织 这个神秘组织会搜集大量流浪汉的个人信息 然后倒卖给一些图谋不轨的客户 而这个神秘组织的老大 因为非法经营赌场 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呢 女主晚上回到单位 发现实习成眼镜妹神神秘密的 不知道在搞什么忘记 眼镜妹向女主打听棒法师小甜甜的情况 也搞不懂她到底有什么企图 女主的下属来到监狱 见到了那个神秘组织的老大 根据老大提供的情况下属得知 原来制药公司为了测试新药的疗效 曾花高价让这位神秘组织的老大招募无情无故的流浪汉 后来由于人数不够 这位老大又弄了一些非法移民凑数 最终为制药公司提供了100名测试者 但由于新药的副作用 最后这100个人全都死掉了 按照那位猪年男人的说法 他将在6天内干掉制药公司的三名高管 现在第一位高管金理事的死骑警到了 警方派出了大批的人手严真以待 金理事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的 虽然警方出动了他工队 但他依然没有安全感 很快大批被操控的行尸乌乌乌的杀到 这帮家伙的战斗力超强 而且还刀箱不入 把这些警察做的是稀里哗啦 女主的老公一看行事不妙 在后面紧追不死 双方在隧道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不过这些行事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他们只要金理事 根本不对其他人进行攻击 可怜的金理事最终被行事们从车里拽了出去 然后很快就被挠死了 金理事的死可把李专乌给吓坏了 因为两天后就该轮到他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女主的那个警察老公也不幸感染上了病毒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李专乌找到了会长 希望会长能向那100名在新药测试中死亡的人道歉 但被会长一口给拒绝了 李专乌在出门的时候 撞见了刚好回家的会长女儿 这是一个如蛇蝎般的女人 新药的研发和测试就是他主抓的 根据胖教授的研究 巫医和这些行事是通过手腕上的纹身烙印连接的 而女主老公感染的病毒 只能通过巫医解除诅咒 或者干掉下诅咒的巫医才能消除 通过神秘组织的老大提供的情况 女主的人得知 在100名测试者死后不久 有一位东南亚的男人来找过他 说自己的一位亲人曾在制药公司兼职 后来就再联系不上了 而这个男人就是那位操纵行事的巫医 很明显他的一位亲人在新药测试中死掉了 因此他才展开报复 现在的问题是 必须找到那100名测试者的资料 这样才能筛选出那个巫医到底是谁 制药公司的李专乌为了活命 主动找到了女主 他把公司研发新药的目的说了出来 原来这次的新药研发项目是替美国人搞的 主要就是生产用于化学武器原料的贝利毒素 而他们早就知道这100人肯定会在这次实验中死掉 因此才会找一些无情无故的人 女主等人在李专乌提供的流浪汉的资料里 并未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女主和下属分明两路 一伯人去制药公司的研究所找物医 另一路着马去非法移民管理所查资料 女主带着警察小王来到了已经废弃的研究所 女主推开一扇门 看到对面墙上画着一种奇怪的符号 而就在这个时候附近传来了奇怪的动静 两人拿着手电筒正瞎穴磨的时候 几个行尸突然冲了过来 上去就把警察小王给揍梦圈了 然后又掐住了女主的脖子 眼瞅着女主要断气 失踪多年的棒法是小甜甜意外出现了 小甜甜双手抚摸着行尸的脸蛋开始运气 很快便把行尸给搞定了 但更多的行尸马上就追了上来 小甜甜取出高僧送给自己的法器 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奇迹马上就出现了 这个圈比孙大圣的金箍棒画的圈还管用 人站在圈里马上就进行了 但在圈里干呆着也不是个事了 时间长了 这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问题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啊 三个人联手终于把行尸给摆平了 接下来小甜甜说出了自己消失这几年的原因 原来小甜甜在体内住着一个恶鬼 为了把这个恶鬼赶出自己的身体 他这些年变幻高人 最终在中国的寺庙里遇到了得道高僧 虽然体内的恶鬼仍是没有去走 但小甜甜却学会了如何利用恶鬼实施方术的技能 而他身上的那件法器也是高僧所赠 本来他打算在寺庙里修行一辈子 但当他感应到女主有危险后才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李专屋自知罪孽深重 最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杀 李专屋的自杀可把会长吓得不轻 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命 他终于答应出来道歉了 但这个老家伙的道歉非常不真诚 总想轻描淡写地划过去 这个时候女主收到了下处从非法移民管理所发来的信息 原来自己公司的那位实习生眼镜妹 居然也在那测试的一百人当中 而她的老爸就是那位操控行事的巫医 小甜甜和胖教授等人返回研究所 发现那种奇怪的符号是用来隐身的 小甜甜擦掉地上的符号 诡异的一幕当时就发生了 他们进入保管尸体的仓库 拉开其中的一个门 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之后 大家伙看到了光着膀色的乌衣 接下来就热闹了 在乌衣老爸的操控下 实习生眼镜妹开始追杀会长 而研究所那边 为了阻止乌衣继续杀人 小甜甜开始跟乌衣斗法了 小甜甜虽然年龄不大 但体内毕竟住着一个恶鬼 而且还曾受过多位高人的指点 因此功力绝对在乌衣之上 眼瞅着会长要被眼镜妹给干掉 小甜甜在关键时刻 终于把乌衣给制服了 随着乌衣法力的失效 眼镜妹也突破瓦解了 会长的女儿一看她老爸 这样都不死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为了马上继承会长的位子 这个女人利用病毒 把她老爸给干掉 会长的女儿本以为 自己干得天一无缝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之前会长在发表道歉声明的时候 身上的麦克风 是一直跟女主的耳机连着的 虽然女主掌握了 会长女儿杀人的证据 但由于证据不足 会长的女儿最终 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为了不让罪魁祸首消耀法外 女主和小甜甜再次联手 利用会长女儿的随身物品 照片和中文名片 给这个女人下了诅咒了 而从影片最后的彩蛋可以看出 关于诅咒报复的戏码 似乎还将继续上演